你们快点啊 收拾好了没有 收拾好了 赶紧出发 收拾好了 驾 后面的快点 郡主 快 郡主 大事不好 宫里传来消息 我大哥他们奉旨要来抄家了 那 那 我爹呢 国公没事 皇上虽准公爷辞官 却认定你们家私藏财物 所以下旨抄家 名下财物 尽数重工 小姐 要不我们先把马车上这些 先运出去 对对对 能运多少算多少 空 别用了 奖罗既然已经下旨抄家 所有的出京城之路 一定会严加盘查 这些财物根本运不出去 谢公子 我知道你为人厚道 讲信用 我这里 有些银票 先放你那里 等我回监后再抓人去 不行 不行 别别 要还的 这是多少啊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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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二弟 你在这儿做什么 爹 拿来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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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家曾经救过你一命 你不能恩将仇报 此乃奉旨行事 无关恩仇 若有得罪之处 还望郡主 公也莫怪 将国大人不必磕疼 只求大人不上班府中人 来人 是 入府 是 大哥 奉过班家吗 我若是放了班家 这把火就手都谢家了 大哥 将所有人赶出府 搜遍每隔角落 老爷 真没想到啊 居然连班家也会被封了 事事难 正所未至 富贵如福原物 祸福难料啊 你懂什么呀 说到底啊 还是大长公主不在了 加上那个 承安伯又投靠了当今皇上 所以班家 他没得空 再说我揍你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你凶打 你看看啊 小哥 这一左啊 行了行了别看了 爹娘 都怪我 没有保护好我们班家 说什么傻话呢 该自责的 是我和你爹才对 身为父母 理应保护儿女才是 就别怪来怪去的了 现在连咱家京郊的宅院 都给封了 还只给了爹二十两银子呢 还不是因为你 藏得好好的银票 非要交给那个谢麒麟 行了 这次是我瞎 我怪他 怪我怪那个谢崇敬 咱们先找个客栈落脚 再琢磨琢磨 跟谁借点怎么样 锦上天花再多 雪中送炭的少 谁敢顶着圣旨 借咱们钱呢 等入夜了 我跟恒弟 去之前买宝的地方 先挖一些回来 幸好我和姐之前买得多 要不然真不知道 以后日子该走 行了 天黑了 赶紧找客栈吧 嗯 这什么啊 江湖旧旗日后必定加倍奉还 真是乌漏偏锋连夜雨 没钱遇到臭小偷 到底谁干的 被我抓到了 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 果然是他 啊